汪小飞与大S官宣离婚,结束十年婚姻,虽说俩人是和平离婚作回朋友,但关于俩人离婚的真正原因却一直备受猜疑。 其中,台媒报道称汪小飞已令结新婚,并且还称女方比汪小飞更有钱,汪小飞本人并未做出任何回应。 虽然汪小飞表现得十分冷静淡定,但身为妈妈的张兰却不敢忍受儿子被诽谤。 昨天,张兰在直播过程中突然爆料,表示儿子汪小飞曾被黑人陈建州掐脖,按在地上打,引起网友涌入黑人微博扬言封杀,引发热议。 稍晚,汪小飞发文向陈建州道歉,表示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家人的误解,随后汪小飞的妈妈张兰发视频道歉,称那晚见到陈建州报答汪小飞的阿姨说她认错人了。 汪小飞计向陈建州道歉后再次表态,希望事件到此为止不再发酵,以后任何事情不再一一回复了,任何人的发言都不能代表我们当事人的立场。 今天,针对近日的打人风波,陈建州同学,